夏天的太陽非常熱 那可是為什麼很多的屋頂或者是廠房 或甚至是停車場都熱得要命就沒辦法解決 就一直卡在建築法規上面 以前就是一定是要合法的建物或者附屬建物 或者是要合法的屋頂才能蓋 行政院宣布明年期到2020年 政府將補助民眾裝設太陽能計畫 包括四成的建制費 希望能在兩年半後達成300萬千瓦發電量目標 約等於台中火力電廠六部機組發電量 以三平面積來看 每千瓦設備費用約6萬元 補助四成等於民眾少付24000左右 未來橋上打造太陽光電社區 讓台灣真正實現綠能經濟